我們剛剛接續原住民的工劍 現在我們是拿他們的劍 他們的劍就是用劍竹 直接拿劍竹把它的模式去掉以後 然後加上劍尾 他的劍尾的形狀 跟我們現在用的國際上很類似 他們是除材做的 完全手工 但還有一個特色是他沒有劍尾 他尾端不用劍尾 頭就是直接用這個 當然這個劍觸如果你要換的話 換叉子換什麼都可以射魚射什麼 都可以用 所以這是很特殊的一種在原住民的 而且這個的長度 根據射箭的規律就是必長 就是開到標準位置的時候 錄出劍頭了 所以劍的長度本身沒有限制 根據個人的必長 跟你開工的開度 也就是必長的開度 如果你是長片員的話 你可能這個要很長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有特色的 我看他們非常寶貴 做了一個劍頭 很像圖筒一樣放在裡面 謝謝 謝謝 謝謝